继续把镜头拉到全中国大陆的最东端黑瞎子岛 黑瞎子是东北话黑熊的意思 最特殊的是这里一岛分属于中俄两国 充分体现长久以来 中俄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大陆倡导一旦一路政策的时候 也不忘把俄国一起拉进来 去年首发的哈欧货运列车路线就被比为新思路 从哈尔滨 巡津 俄罗斯到德国的汉堡只要14天 比海运要节省一半的时间 那么陈向如跟廖广斌就走访中俄边境 再回难得的观察 夏季凌晨3点40 台湾民众正憨然入梦 北方黑龙江的浮远市 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 贺泽族这个世代居住在中俄交界 大江流域的少数民族 夏季捕鱼 东打猎 当凌晨太阳升起时 就是他们一天工作的开始 大陆北方跟俄罗斯拥有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 光黑龙江就占了2981公里 口岸拥有15个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黑虾子岛 它是全大陆最东边的城市 换言之 全大陆每天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就在这儿 大大的繁体字东 让游客不论从哪个方向看都一样 树立在佛院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 共同流入俄国之处 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 最近距离65公里 近到连停在江上的俄国舰艇 上面海军在甲板上的动作都清晰可见 阳光下闪着耀眼金光的 就是俄罗斯当初为了抢地盘 一夜之间在中俄边界建起来的东正教堂 大陆跟俄罗斯的国旗并列 代表这边是中俄的边界 在往旁边你可以看到 整条拉起来的都是国土的警戒线 只要我像轻轻稍微往旁边踏一步 就已经踏进了俄罗斯的土地 在这里不仅有两国国界 揭幕仪式纪念牌 戒庄 还有1929年 俄国武力侵占黑瞎子岛 直到2004年 中俄划定边境 该倒才一分为二的历史遗迹 好雄伟啊 开车来的也八九百公里 有这个愿望吗 到中俄边境来看看 这边两个地鼠来了 10号说的游客 大家来到的这一站是 黑瞎子岛冬极宝塔旅游景区 然而外交是一种博弈 大陆有人口 制造力和市场 俄罗斯则有先进武器 天然资源和广阔的领土 加上大陆有南海 俄罗斯有北极海 外交上还有共同的敌人 中俄唇亡齿寒的关系 让他们重新结盟成为哥儿两 这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实 哈欧国际货运列车 从黑龙江浩尔滨 内蒙古满洲里 进俄罗斯 赤塔 莫斯科 到欧洲腹地 包括白俄罗斯 波兰 德国汉堡 全长9820公里 仅需14天 比海运节省一半的时间 货运列车带来了俄国的木材 还带来了俄国的蜂蜜 糖果 巧克力 沙拉油 白面等等 在浮远街头 到处都可以看到 写着中俄两国语言的商店 店员甚至还聘请了俄罗斯公赌生 八点半 上晚 我去再工作 或者在二点半 下午 我去家 回家 可以下班 我是会学 我爸爸是中国 我妈妈是俄罗斯人 我在海拔在第四中学校 学习中文 几年 8月 乌斯亚 17岁 在俄罗斯打工 一个月才2000人民币 在福远一个月4000 打包 不止他 其他同学也相当乐意来大陆打工 由于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比较低迷 我们开完这个俄罗斯商场以后 这个商品商场开完以后 我们尽量地雇用一些俄罗斯的商业 到这里来进行手机 进行打工 第一是解决他们的救援问题 第二 也可以尊敬我们中俄之间的友谊 第一次来进行 第一次来 榄 横 横 没有在中国商店 都说俄罗斯的质量比中国好一点 现在俄罗斯的卤物质值吗 现在相对便宜 大陆民众到两国的 护士贸易区购物 只要拿着边民证 结完账 一旁的海关登记一下就好 几乎每个人的边民证 都密密麻麻 又是一天来个好几回 因为我们是从俄罗斯厂家 直接购货 有三分之一的商品 应该跟俄罗斯哈巴罗斯克的商品比 还要低 有民众采买一整箱的 俄罗斯黑麦啤酒 海关旁就是快递 超贴心 完全不用自己扛 不只俄国人会讲简单中文 这里的大陆民众 高中开始选修的语言 就包含俄文 长大做生意 俄文越讲越溜 还有俄国田点师傅 长期住在黑龙江 在边茂区经营一家小工厂 专卖俄罗斯的提拉米苏 我们的提拉米苏 有丝很冰和丝很奶油 我认为这是新的口感 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拉米苏 所以他们喜欢我们的蛋糕 除了福远 崔芬河则是对俄罗斯开放口岸中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已经有百年历史 年吞土量3000万吨 崔芬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它距离俄国远东最大港口海森威井 230公里 有一条铁路跟两条公路 跟俄罗斯相通 崔芬河向东连接海森威辐射日寒 向西通过滨碎铁路 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 辐射莫斯科和欧洲附地 是中俄蒙经济走廊 和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的经济带 走过一趟中俄边境 也许两国人民对国土之争的仇恨还在 但如今他们务实地朝经济发展 强强联手 全面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工作 毕竟两国放眼的 都是未来国际战略的大格局 TBBS新闻 廖宝宾 陈向如 黑龙江报道